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新唐人中国禁闻节目 1月18号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春晚节目的官方微博说 大陆萧嫔演员赵本山因为作品没有达到预期 决定放弃上蛇年春晚 之前有媒体披露赵本山是涉及周永康薄熙来密谋政变的核心人物之一 如果政变成功可能由赵本山出任文化部部长 而早在5年前薄熙来和赵本山曾经因为以利神重大非法集资案牵连到一起 去年赵本山没有能够上春晚 就有多方消息指称赵本山和薄熙来王立军走得太近 这次春晚赵本山再次被拒绝 有评论认为目前正是薄熙来案开审的前客 赵本山不能够参加春晚 绝对不是节目不够好这样简单的理由 1月18号下午3点多 西藏安多境内也就是现在的四川阿坝州洪源县 一名年轻藏人点火自焚当场身亡 这是今年发生的第二起藏人自焚抗疫事件 至此西藏境内藏人自焚人数上升为100人 脸书上有消息说自焚牺牲的藏人名字 可能是才让彭错 也可能是朱雀多吉 他遗下了妻子和两个孩子 当时他的遗体被军警抢走 当地寺院为他举行了祈祷法会 目前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的共阁扎西 北美事件18号中午在推特上留言说 中共当局为了加强掠夺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 近日又强迫西藏林州县藏人搬迁到别处 使当地农牧民生存面临严重危机 18号下午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刊登涉嫌严重危机 被免职的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入狱前 时常出入的神秘别墅起步居的照片 起步居共计三座别墅 位于四川成都双流县 占地大约180亩 别墅内养了两只价值数万元的黑天鹅 由两名保安轮班护理 按时放养 据天网报道 外挂川头网球赛事中心的起步居 是由川头集团征地建设的 川头以每亩52万元 获得基本农田680.83亩 村民每亩仅获得4万元的征地补偿 而同一地段的其他项目 却以每亩360万元获得 前段时间起步居所属地块 打算变卖 估价为9亿元 知情人士说 双流县县委书记高志坚和李春成等人 时常出入这里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新闻